张伟丽开局就被击倒 随后连续的重拳宛如催命符一般 最后如果不是比赛的铃声敲响 张伟丽就要被对手KO了 她是我们中国的格斗女王 是我们中国名副其实的女武神 然而她之所以打得如此艰难 却全都是因为对手恶意超重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张伟丽要弃赛投降的时候 她却创造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望尘莫及的比赛结果 接连杂肘杂的对手满脸开花 自此张伟丽再次刷新了人们对中国格斗的认知 我们看到两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红方选手黑色短裤便是我们的中国女武神张伟丽 而蓝方选手红色短裤则是号称桑巴舞者的桑托斯 可以看到尽管比赛刚刚开始 但两人的火药味却是十分的浓郁 张伟丽更是始终占据着主导位置 看得出来她也是压根就没打算给对手喘息的机会 废话少说 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 张伟丽 小心 这个拳的攻击范围是很大 对 要注意对手打赢击这个 你看同时出拳的话 对方是先能打着 对 张伟丽多尝试一下 踢前腿内侧 张伟丽的腿法非常灵活 面对体重高于自己的选手 这种打法无疑是最明智的 不仅能够控制住距离 还能达到消耗和试探的目的 张伟丽不愧是我们中国的女武神 这个表现不得不说实在是太强了 这是很足啊 嗯 漂亮 小心 这是接到腿以后一个带劲的摔 确实是很长啊 哎呦 你看 这手长脚长啊 很明显啊 张伟丽不要跟对方换前手 没有意义 好漂亮 哎 哦 张伟丽的腿法现在很不错 还是不断利用腿法进行试探与消耗 桑托斯一时之间也是吃不消 因为尽管两人的体重存在着差距 但张伟丽的力量可不是一般的强悍 若是让张伟丽持续用这种打法 保不齐最终会以贴殴的方式结束比赛 还击的速度也很快啊 对张伟丽在进攻的时候前手掉的有点低 真是这个臂展有很大优势 我觉得张伟丽还是尽量前腿内侧 对方的前腿内侧多提 对 对方的拳发力也很整 看得出来 即便比赛已经进行到这个阶段 对手依然没把张伟丽给放在眼里 虽说因为赛前超重的原因 他自带一张黄牌 但他还是很有希望KO张伟丽获得胜利 不过这种自大的性格也极有可能露出弱点 张伟丽同样有机会拿下胜利 注意 小心啊 很实 手臂实在是太长了 对 张伟丽在判断的时候就会有问题 因为他在判断对手 他还要想到自己的反击 对 双方在这个整个的长度上有差距的时候 对 哦 漂亮 哦 进入到这个位置 比赛第一回合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 张伟丽的战术依旧没有发生改变 看得出来 他也是没打算在这回合里奋出胜负 比赛大概率还是要进入到下一回合 不过还是要小心对手的进攻 因为这家伙的进攻能力同样是十分的强悍 这次张伟丽整个就是抱着防守比较严密一点 哦 低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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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心 哦 这个拳真好啊 对啊 把自己这个身材的这种优势完全给打出来了 哦 看这个桑众丽的腿上这个小动作也有啊 一直吃地扫 稍微一扭膝盖 对 第一局还有十秒钟 哦 注意 哎呦 最方这后手啊 哦 小心 比赛成功进入第二回合 经过首回合的对拼 张伟丽虽说是吃了不小的苦头 但总归是有收获 相信这一回合 他已经能够适应擂台节奏 不说强势压制对手 陈卓应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废话少说 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 对 因为你这个距离正好是 在对方出拳的距离的话 你往后躲 你觉得你是安全距离 确实不安全 对 这就很可怕 你看那个前手前手刺拳 太长了 对 而且对方往前送腰的动作 送的也很标准 进去 不要就面对打着 对手也不想让张伟丽进来 这种距离啊 哦 小心啊 小心啊 小心 红手换拳 对 其实可以尝试一下进入地面 加油 裁判上前进行干预 因为两人的龙边对决太过胶着 最终也是回到擂台中央 重新开始比赛 张伟丽占据主导位置 但对手的状态非常不错 而张伟丽若是想要拿下比赛胜利 就必须找到自己的状态和制胜的办法 好看看有没有肘 张伟丽也比较愿意用肘 地面的垂击 看看啊 这个桑众丽双手弹得很紧 对 注意啊 好地面砸击 对 小心桑众丽也有肘啊 看看能不能压进去 腿甩开 张伟丽现在这个鼻血啊 对 对自己影响很大 影响呼吸可能会 张伟丽的处境非常危险 如果不能及时挣脱 不说直接被终结 对自己的状态绝对是会造成影响的 但张伟丽毕竟是我们的中国女子格斗的第一人 这种困境还不足以打倒她 只要给到张伟丽机会 我相信张伟丽是绝对能够逆风翻盘的 看张伟丽想撤到侧面 一条腿现在被对方拿住啊 对 但是对方的这个如果身高 有一定优势的话 这个动作也会 一定要把腿抽出来 现在应该没问题了 对 对压头 爪击会抽腿 对 右手用肘 好 肘肌 好 腿抽出来了 好 侧面 对 好 看拿得好 好 漂亮 骑上去了 对 垂机 连续的垂机 肘肌 砸机 肘肩砸得很深啊 继续 这一瞬间怎么能被动作了呢 结束了 张伟丽最终也是没令人失望 通过近乎无解的地面压制 成功击败对手 甚至将对手打到昏迷 这个表现不得不说实在是太精彩了 那么最后也是让我们恭喜张伟丽拿下比赛胜利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